這個建型科技大學 把需要專業性這麼高橋樑檢測 取得政府的標案以後 轉包出去給第四波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他把宜蘭絕大多數的鄉鎮 全部都轉包出去 從頭城、礁西、羅東、武捷、東山、蘇澳、南澳 把這些橋樑全部都轉包出去 更讓我驚訝的事情是 他們取得標案 996萬 平均在宜蘭縣境內 一座的橋樑 取得標案 一座橋平均算起來 大概只有一萬三千多塊 結果他們轉包出去的時候 你轉包出去 所負責橋樑的數字跟它的總價金 一座橋樑轉包出去的價格 不到三千五百塊 你拿你說你覺得不夠的錢 用更低廉的價格 轉包出去 一座橋樑轉包出去 大概給人家三千多塊 中間的差額到哪裡去了 可以這樣練踩嗎 不是只有宜蘭縣 其他的縣市請你們自己回去看一看 你們的橋樑檢修 做出來的情況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下禮拜 我下禮拜 我會繼續拿東西出來 別的縣市 在事故的隔一天 媒體就大幅的報導說 南方澳大橋 他的鋼欄 鏽石的事情 曾經呈報過 那而且 也有花錢去維修 我那天在質詢的時候 搞物公司才承認 說根本沒有去做 這樣子的檢測 而後來的維修清單 也完全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來加以維修 絕大多數的錢 全部都拿去換路燈 還有其他的照明設備 他還真的 在上面記載 他有檢測 但是 事實上他根本沒有檢測 在沒有檢測的情況下 他在這個檢測紀錄上面 填了什麼 他在這個檢測紀錄上面 調裁 在DJ欄 他填了1 我在整個檢測報告裡面 有拍照的部分 完全沒有提到 上面的調裁 完全沒有提到 上面的調裁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請問 這個檢測報告 上面既然在調裁的部分 寫他的狀況是良好 這個是誰填的 我手上有的東西是一整顆硬碟 學校裡面的公文我都有 我再奉勸一次 不要再說謊了 過去這幾天 擔心 受怕的學生 跟我檢舉的非常的多 他們很擔心 很擔心被清算 很擔心避不了業 他們也很擔心最後責任要他們扛 沒有這種事情 這些學生我一定會保護他們 至於陳明正教授 你與其在那邊牽托一些有的沒有的 誠實出來面對 誰教你這樣子 拿橋樑檢測練才的 誰教你拿這樣橋樑檢測練才的 敢說我的東西是假的 我可以清楚的講 涉及到橋樑檢測 偽造變造的資料 絕對不是只有宜蘭的這一樁 那個橋樑檢測管理系統裡面的資料 涉及到 全國每一座橋樑的維修檢測保養的紀錄 那資料很重要 我要了三天 到今天早上都不給我 我要了三天到今天早上都不給我 請問你們在拖什麼 隨隨便便的廠商 甚至有不具資格的人 只要門入手就開一個帳號 讓他進去那個管理系統裡面 去上載資料 結果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立法院要監督要求你們 把橋樑管理系統裡面的資料 調出來 資料竟然可以不提供